一段只有2分钟的动画 其中隐藏了很多难以想像的恐怖细节 还有传看完他的人会受到诅咒 今次就要跟大家讲解 这个史上最细思极恐的 Flash 动画 夏美的一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Professor Papa 夏美的一步是一条 发表于2003年初的 Flash 动画 当年在日本讨论区 Two Channel 广泛流传 故事是讲一个女孩安堂夏美 她乘搭一辆鱼骨列车 来到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那里环境移人 有很多可爱的生物追着列车欢迎夏美 接着列车车长突然发现夏美不见了 于是匆忙驾回头 结果发现夏美在草原道很开心地和动物玩 最后夏美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和动物道别之后来到一个阴暗的地方 动画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恐怖的是 只要大家留心就可以发现 动画里面其实是隐藏了很多令人无骨悚然的事实 片中这个天真可爱的女孩 其实是一个冷血的凶手来的 在动画的开头 我们可以看到夏美和一个男孩吵架 之后她见到一对猫情侣 苦笑了一下 暗示夏美已经和男朋友分了手 而只要仔细观察 就可以发现列车车长 出来接夏美的场景 背后的指示牌是写着死 欢迎夏美的小动物 举的旗帜都是黑白色 而不是常用的红白色 这个是桑礼才会用的颜色 之后一幕写着夏美到达的时间是23点36分 这个时间是为什么呢? 接着下来的画面就给出了解答 夏美在夜晚孤独一个 站在月台上表情非常爱上 而背景中一个不显眼的钟 上面的时间正正就是晚上11点36分 之后车长走回来接夏美的时候 她竟然是拿着一把连刀 这里暗示了她的真正身份是死神 在离开的道路上有两块路牌 一块写着1059 和日文发音中的天国一样 而另一块就写着G59 是日文发音中的地狱 我们见到列车去的方向是地狱 最后夏美来到的阴暗世界 她不单止在这里将男友的信物抛下海 很明显背后就是地狱的大门 究竟夏美做了什么要来到地狱 相信不用多说大家都心中有数 值得补充的是 动画的标题夏美的一步 指的就是夏美在月台上踏出的一步 令到不少看了动画内容的网民 都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当年是有都市传说 夏美是现实存在的人物 甚至有传言指夏美就是作者本人 她在弄完这条Flash动画之后就离世 更加恐怖的是 动画结束之后 只要拉长浏览器 就看到夏美原来是没有脚的 她手上拿着一支鹅颈棍 是她使用的空气 如果你在这里按replay 夏美就会露出一副凶狠的表情 上传所有看到这幕的人都会受到诅咒 那究竟动画的作者是什么人 都市传说的内容又是否属实呢? 根据我的调查 动画的制作人名叫Cocciando 她在一个名为Flashbomb03的创作活动中 公开夏美的一步 虽然作者不名的一部分 是与安堂夏美的安堂同音 但是她在这段动画之后 还推出过其他作品 所以说她已经离世是并不可能的 不单止这样 作者还凭着夏美的一部 拿到不少奖项和美语 她在夏美的一部中 展示了很多高超的动画技术 例如是画面的旋转 用Flash动画的2D特质 来模仿3D的场景 以及用音乐来配合人物表情等等 绝对称得上是Flash动画 辉煌时代的佳作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 作者憑着个人的实力 已经成为了职业的动画制作人 和朋友共同创立了一间动画公司 她以另一个笔名 参与了很多角色设计 和作画监督的工作 创作了这么多精彩的作品 包括《丛林开始的休戏时间》 和《二世纪四重咒》 未来我会做更多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上Facebook给个like 来吧